北市警用监17合約 让台北市前后任市长杠上了 昨天柯文哲质疑说 台智光案网路运输服务费 在蒋万安上任之后 为什么多编了9000万 那么今天蒋万安的反击说呢 警察局的专案费率 是柯市长任内签订的 可能是柯主席忘了 上午的时候 两人刚好出席了同一场活动 柯文哲也当面询问了蒋万安 为什么要提升传输的速度增加预算 双方直求对决 为台智光警用监视器案 隔空招火好几天 前后任台北市长终于碰头 正面对决 为了提升传输速度和增加预算争议 持续争论不修 现场弥漫或要味 柯平前天质疑 赵市府上任后预算竟然还多编了9000万 早安上个行程 先特别停下早步回籍 柯主席可能忘了 这个是在柯市长任了106年 他所签订的 3M的月租费 每一支来到2200元 再加上他承认之下议会的淡输的要求 全面使用3M 监视器数量也提升 预算自然增加 随后两人在京大台北匈区 动工仪式碰头 可问者也有备而来 规律是我定的 为什么我的预算是4.6亿 到你的预算是5.5亿 这才是关键嘛 厂商为他多赚点钱 就去施压议会说 能不能用3M不用2M 要问柯主席 他那时候为什么要签订 106的这个专案 为什么你们不敢开临时会 如果是你坦荡荡 或是说你很诚心检讨 就开临时会嘛 副市长李四川也参战 列出发文 看柯市长如此咄咄逼人 他就不忍了 怒抢因为柯文哲8年的末世 才产生今天的结果 见面不欢而善 被市警用监视器预算 除了议员涉及收贿 也在引爆前后任 台北市长战火 在台北综合报道